蜂蜜來報導 天氣變冷了 但是新竹市果菜市場裡卻是愛心暖洋洋 有一群默默付出的水果商 響應寒冬送暖愛心活動 14年來總部間斷 募集各類水果 物資 現金及百米 幫助弱勢機構度過寒冬 大清早 新竹市果菜市場要活生此起比落 這可不需再叫愛 而是新竹市青果商業同業工會 發起了寒冬送暖愛心活動 募集各類水果 物資 現金及百米 將分送五個弱勢機構 大概有三十幾萬的一些物資 我們會逐年 一年一年的 取締一些更大的力量 希望把愛心多散播更多的一些單位 早期在前任公會理事長會集下 愛心做公益的活動十幾年來不間斷 今年雖然景氣蕭條 仍然有一百多個水果商加入樂捐 我們共同來發起寒冬送暖 送這個水果各方面的物資給弱勢團體 那行之有連已經十四年了 歷屆理事長也沿襲 這個非常好的一個傳統 讓我們信實是 這個這些果菜業者 將他們的愛心能夠散播出去 一定要參加 因為每個人都有愛心 我們以我們本身的力量能夠做得到 我們會盡心盡力 貨車上滿載的愛心物資 暫時減輕弱勢機構的壓力 但是長期照顧資金需求龐大 需要更多社會大眾的贊助 今年的因為經濟環境不景氣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資金上 在募款上面有一些困難 但是我們還是很感謝社會上 很多愛心的同仁 愛心的社會大眾 然後還是對我們伸出援手 集結眾人的善心做公益 幫助弱勢族群渡過寒冬 新唐亞太電視黃定國林秋霞 台灣新竹採訪報導